开门见山 先教大家最快的说出河南味 首先你要把普通话的赏声 也就是第三声啊 变成一声 我说我 你说你 然后再把普通话的音频就是一声变成二声的感觉 四声不变 我骄傲说声 我骄傲 好了 就成了普通话的杨平二声了 你给它变成四声的感觉 你咋才来呢 变成你咋才来呢 恭喜你河南话出师了 是吧 如果你觉得太复杂 就把冯绍峰倒过来念 冯绍峰 这主码点的口味就出来了 北方方言里只有河南话是我从小耳濡目染的 我虽然哈尔滨土生土长 但祖籍是山东河泽的曹县 每次去爷奶奶家都是 大胖子啊 给你做好齿的啦 帮奶奶上网 找个玉居对华强 你看 山东咋还看玉居说河南话呢 其实学术上讲并不存在河南话这个东西 而应该称之为中原官话 中原官话除了河南大不外 山东泰山以南的寄宁 河泽 林一 藻庄等地 同样属于中原官话的眼和票 这里和河南的中原官话唯一的不同 就是音频一声调是拐弯的 人家河南话说封少讽 是吧 他们说封少讽 河南人都觉得这边说话非常垮 除此外 江苏北部的徐州宿前部分地区 安徽北部的淮北宿路地区 也是中原官话属于徐淮片 除了他们和河泽味道也类似说封少讽之外 他们的赏声是个声调 阳评反倒是个高频调 比如吧 捏咋菜来呢 变成了捏咋菜来呢 除此外 就在安徽隔壁 河南南部 包含洛河州火象城等地的洛象片中原官话中 是少有的京知二祖不分 什么意思就是不分凭窍舌的地方 辞着肉 垂扣切道 等到河南最南边大鳖山北的信仰 就有着浓厚的南方风味 他们不分佛和喝 佛脚放上等等 剩下河南大部的中原官话 虽然小异但也大同区中 最具特点的就是存古的尖团对立 比如说尖和尖 尖和尖 尖和尖 尖和谦 尾和喜 尖和敬 丁昌是吧 于云鹏是那个味儿 中原官话的分布其实和黄河淮河息息相关 自古以来 黄河这个滚滚泥下的老妈 大多数都在河北的海河水系 山东的济水水系入海 也就是上一讲所说的济鲁关化的分布区 奈和南宋时期因为气候变化的天灾 加上北宋时期乱改河堤的人祸 黄河是自郑州以下绝口改道 强夺淮河河河道入海 硬生生的把淮河入海口 与此不说还把东海北部搞成了黄海 直到清沫在北上重夺山东济水入海 中原官话的分布区正是这个充满悲惨命运的黄泛区 被拆给了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管辖 黄淮滋润的这片大平原 作为中华文化跟进的同时 也伴随着天灾人祸带着庞大的人口 坎坷地走过了几千年 也希望这个区域的人们被厚重的土地捕育后 都能在他乡更好地找到幸福 不过如果我们顺着黄河来到它的中上 又拐了一个弯 你会来到它的泥沙侧原地黄土高原 就在这儿黄河最大的支流 为何去在这撕开了一个口子 别看这口音不同于河南 但是在语言学上 它同样属于中原官话 只不过属于关中片 注意为啥关中又是啥 我们下集来到善谢观众再设